近日,一段来自印度的视频引起国外社交媒体的热议 这个视频里一座印度工厂的工人竟然用自己的光脚踩面包干 之后还反复舔视其脚踩过的面包干 最后又将这片面包干塞进了包装 并封装起来随后装进密封袋 视频疯传后,印度社会的卫生意识受到各方尖锐批评 特别是印度给外界留下缺乏基本卫生习惯 公共卫生系统处于瘫痪状态的各种影响 各国网友又以印度厕所革命为例子 直指印度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就是印度人不觉得那很脏 一些印度人对于卫生状况的理解异于现代社会 所以横河上游飘着浮湿,下游畅饮圣水的情况 在印度属于见怪不怪 同样,在极为肮脏的卫生条件下 印度街头小贩也能平心气和地售卖各种当地小吃食品 对脏和净的阵支差异是印度社会神权与其他普通社会的显著区别 为什么印度对于脏和净没有现代社会的基本认知呢 分析人士指出,任何社会对脏与净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印度,脏与净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卫生条件观感 同时也是主观的精神上的认知概念 通常还和宗教有关 比如,人类的粪面不仅是卫生方面的污染 同时也是对印度教和礼法的某种亵渎 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 常常对牛的排泄物表现出特别的喜好 这是因为他们对牛粪牛尿的理解 与普通社会明显不同 这些污秽不堪之物常被当作有神圣属性的物品 所以印度人并不觉得脏 又比如在印度的厕所问题 众所周知,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 改善厕所的卫生状况 直接关系到一国神明的健康和环境状况 然而在印度总理莫迪进行所谓厕所革命之前 印度人注册的问题极为棘手 多数人会把政府修建的厕所当作应付检查的摆设 这是因为在印度 种性结构与脏与镜的理解是敲织在一起的 相对高等的人群认为 建民的肮脏是永恒的 永远无法洗刷 类似打扫厕所和清理粪便的工作 只能由建民来完成 因此,非建民的高种性人口 不愿意在家中积累会晤 而建民又不愿意主动从事 其他等级的人群所不齿的工作 简单讲就是没人愿意打扫厕所 所以在印度 广大的农村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人们不愿意在家中修建厕所 印度人口的50%依然在户外上厕所 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每年因为厕所导致的健康问题 让印度损失500亿美元 印度死于卫生状况不良 导致腹泻的数字高达每年26万人 近年来 印度开展厕所革命的同时 正在推进卫生条件的大幅度改善 然而平民窟和重心问题 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 这需要印度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 不可能仅仅依靠提高卫生条件来解决 解放人的思想 破除人的精神枷锁 才是印度解决脏和静的关系